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,前云林县长张荣为因焚化场闭案判刑八年定宴,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说,国民党若操作成政治或司法迫害,对年底选情是两面人,立委蔡适应和庄瑞雄均认为,张立善一定会打杯情牌。 民主进步党立委蔡适应,庄瑞雄上午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周玉扣庄访,庄瑞雄也认为,张立善一定会打杯情牌,影响多大不知道,或许对他自己的传统支持者会有凝聚效果。 但这个案子对国民党而言是两面人,若要操作成司法或政治迫害有其难度,因为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案子,蔡适应说,就云林县的选情而言,张立善一定会打杯情牌。 但对云林县以外的其他县市而言,民众认为这个案子托这么久总算判刑定验,是好事情,这也是对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。 收贿就是要判刑针对国防部近期寄出退休凤储分书及试算表,却发生递指寄错或及值算错的状况是否纠责等问题。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,立委蔡适应表示,这件事情处理要快很准,因此她日前质询国防部官员,要求一个月内要提出调查与检讨报告,她主张一定要惩处对于记错地址、记错人等跳阁状况。 蔡适应直言,这是不可思议的答案,这有关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问题,记错地址这件事情政府要多花新台币400多万元,不能由政府买单。 蔡适应说,她问国防部为何有这样的状况发生,国防部当时回应是资料转档问题,她判断应该是资料到国防部前就已经出状况。 至于是否是人为蓄意破坏导致。 蔡适应说,还没调查前,她不愿意意测,但一定要惩处或调职,而农产品生产造成价格波动,外界质疑农委会主委林聪贤神隐。 对此,庄瑞雄表示,她不觉得林聪贤躲起来,这几部农产品都是生产的问题,政府已经启动收购刺激品机制,不让刺激品流入市场,拉抬等级较好的农产品,价格会上去。 被质疑政府沟通能力不好,庄瑞雄说,如果让外界有这种感觉,当然必须检讨。